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5月24日 第1447期 時代論壇 時代粉紅 由陳偉安讚稿 題目是 坦誠是傳導人的第一個美德 我是否故意讓人覺得 自己比真正的自己更好呢? 幾百年前的英國 我 牛津大學的衛斯利兄弟 組織了一個叫做 聖結會的組織 每次聚會前 大家每次都必須自省的其中一個問題 我是否故意讓人覺得自己比真正的自己更好呢? 這個是傳導人也要經常問自己的問題 星期日的我 是否跟平日的我一樣呢? 這個可能是很多傳導人的掙扎 傳導人理應是一個好人 自己內裡卻同其他人同是罪人 傳導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這兩句話之間掙扎向前行 因此 傳導人的路實在是一條窄路 當然 這個其實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走的道路 然後 在這條窄路中 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 不知不覺為此開啟了一條 相對容易走的小路 它讓傳導人學習屬靈氣質 屬靈風範 屬靈外表 這個方法是相對容易 因為它讓內裡的黑暗 轉化為外在可模仿的行為模式 屬靈頓時成為了一種語言 一種對答模式 一種行事習慣 模擬 這個方法的動機是好 它讓傳導人容易走進假冒為善的企圖 假冒為善這四個字 實在可以說是專為傳導人而設的罪行 外表的敬善 外表的和諧 外表的屬靈 裏面卻根不上外面 外表的豐富充當內裡的貧乏 這個是神職人員的罪 當然 任何罪都是罪 任何問題都是問題 但是 明顯地 假冒為善是福音書中耶穌最憎恨的罪 為甚麼呢 原因大概是 它以人的模仿能力 充當上帝改變生命的能力 因此 坦誠是傳導人的第一個美德 因為沒有了這個美德 其他一切的美德 都不能被真正建立 沒有了坦誠 陰害良善仍然是宗教的行為 傳導人的第一個美德 就是坦誠面對上帝 坦誠面對自己 坦誠面對群羊 或者你會問 難道傳導人 坦誠就夠了嗎 難道傳導人 要任由自己的問題暴露嗎 當然不是 傳導人要揭力改善自己 不過 改善的卻是內裡真正的自己 當然 改變內裡真正的自己 比外表的模仿困難百倍 但是 傳導人沒有其他方法 傳導人不可以假冒為善 一日自己不是如此 所以 他就只能坦誠地承認 自己不是如此 最少 坦誠的承認 是美德的開展 有一次 在長洲遇見 昔日見到神學院的同學 知道他們訂了見到的校友房 在香港流宿一夜 我就問他們 咦 你們整班同學回來神學院 安靜退休啊 他們回答 當然不是啦 我們是來長洲吃學玩樂的 咦 這個答案 好熟靈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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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